万物几个金奖,我是1900 欢迎收看大决战淮海战役的后片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 还请点赞鼓励一下 最后我做平津片和小梅山大姐 上期我们说到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 以黄白套的全军覆没而告终 而在此之前 另一支战斗力更为强劲的兵团 正在逃速写杀来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位蒋军里为数不多的孤中之一的黄维 竟然是临时接手的 第二兵团的底子 是以胡连的枕边十一师为骨干 组建的第十八军 他们也是国民党的五大处理之一 但是白崇喜不喜欢胡连 最后由陈臣推进了亲信黄威担任 胡连不甘心到他的副手 果尔料他怎么不干了 所以当第十二兵团加入华海战场时 这位九叔战场的司令官带领的 是一支人心不起的队伍 这也为他们将来的最终覆灭 埋下了隐患 司令官 你看我们兵团的行进速度 是不是要控制一下 从李延年流入明两兵团的动作来看 是不是 不合一军不可以出阵 既加入了徐梦战场 大家都串在一条线上了 弄不好 我们都一起绕进去 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明天强度北陪河 后天就可以过会河了 是 但即使如此 黄威依然比大多数国军将领靠谱 他带领了这支重装兵团日夜兼臣 在我军无数支地方游击队 和中野纵队的沿途小夏 都过了南乳河 红河银河 西飞河 郭河会河等大小淮河之流 终于在11月18日 到达了安徽蒙城 但此时距离黄白桃的覆灭 只有四天了 但身处战争中的双方都不知道最后的答案 中野一纵在司令官洋勇的指挥下 一坨沃河被飞河的天然屏障 顽强阻击 让黄威兵团四天内至前进了30公里 直到黄白桃兵团被全尖 此时黄威已经到达了南平级渡口 他在此地遭遇了一位劲敌 那就是陈庚的中野四纵 尽管南平级已被榴弹炮打成一片火海 但四纵仍然坚守阵地 用炸药包集出手榴弹打坦克 与敌展开连番入搏战 双方接战至黄昏 惊慎了隔阂对峙的状态 黄威兵团命令工兵驾驾偷渡 可当他们占领滩头阵地时 却大吃一惊 司令官 十八军已半数渡国会合 在未遇到共军有力的抵抗 这其中是不是 我不相信 共军敢于主动放弃南平级渡口 要知道 这是他们可以凭借的 最后一道天然障碍 对刘国成的用兵 不可以常规来测渡啊 我不至于那么头脑简单 不过我相信 血肉之躯 终归难于抵御钢铁 命令部队 加速渡河 今晚速限速赢 在国军的思维定势里 解放军与他们的武器差距 只有靠天险才能弥合 皇位恰好陷入了 刘博神设置好的一个大口袋里 终于在南平级十余里处 布置了一个囊形阵地 但敌今日的十八军先进入伏击圈 在四九纵吸住该敌 最后巧妙地利用会合 剃断起于南岸四个军的联系 但此时又一道难题 摆在了中野面前 除了皇位兵团 刘汝明和李英宁兵团 也在北上增援 中野满打满算 只有六个纵队 要完成阻击 包围 歼灭敌大兵团的任务 带有不小的冒险性 但毛主席 曾做过一个非常精妙的论断 他说将军防御时 尚有相当的战斗力 但攻击精神差到极点 我军可抓住敌人这个弱点 给予各个击破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 当皇位兵团被围后 国民党南线这两大兵团 进一步退两步 并没有给我军 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中野决定抓住他们 惆处不嫌的时机 与华野联手 就地歼灭皇位的重兵集团 此时 他们正焦急地 等待中央军委的回殿 23日 20-20天溪 一 完全同意先搭皇位 二 往苏晨掌尊刘成登部署 派必要兵力 参加搭皇位 三 情况紧急时 一切由刘成登 临机出制 不要庆施 如希在电报里 显示了与国民党军队 进行最后决战的决心 同时指示华野 克服歼灭皇白桃的疲劳和伤亡 抽掉四到五个纵队 接着中野 歼灭皇位 并阻击了 延年 刘如明兵团 但兵法上说 实则为之 华野的增援需要时间 此时皇位如果行动果断 还有机会逃出升天 18军军长杨伯涛对他说 如今我们身陷绝境 完全是国防部和刘志的瞎指挥造成的 不如抗命 向固阵击军军 李延年兵团 已经占领那里 两军只要一会合 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但皇位才刚刚就任兵团司令 他不敢不寝视国防部 而擅自改变新军方向 一直拖延到后半夜才下令 中间还因为一个 给85军军长吴绍舟传令的参谋失踪 而在南兵级干等了一个白天 原来这个参谋 正想在路上被我军俘获 从他身上缴获了 皇位向顾正转移的命令 为了堵住他的退路 各宋队随即加快行进 向双队级扑去 终于把当晚在那里宿营的 皇位兵团合围 双队级地处平原 南北有两个小托岗 分别叫尖谷堆和平谷堆 双队级以此为名 大家请把尖谷堆这个名字圈起来 等下要考 和主席的论断一样 皇位兵团打防御真是应手 他把手下四个军缩成一团 构筑环性集团攻势 组织层层层火力网 失火军无法将其分割歼灭 他们自称这是硬核桃战术 而此时终于一个纵队 只有一两万人 缺少重武器 美门山炮的弹药 才不过几发 而此时双队级的老百姓 则已跑光 国军粮食不及困难 皇位决定利用开阔地形 并于发扬火力的优势 趁解放军立足未稳 全力突围 此时他的主力师战力未损 终于也没有100% 挡住他们的把握 总统指派我向司令官和十二兵团全体官兵表示敬意 感谢总统 我观察了我方阵地 在短时间内构筑了大量攻势 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 我对司令官表示钦佩 感谢总统 近日战况怎样 共军轻视我防御力量 连日猛烈突击 皆为我击溃 伤亡在两万人以上 我你趁敌人立足未稳 以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 一举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司令官的决心很好 突围以后迅速转进 悟求和理流兵团会合 此时又一位中共第四党员 起到了关键作用 黄埔武技身廖允周 曾经参加过台儿装战役 此时他所在的110师 正在皇位兵团的85军里 他现实自告奋勇 向皇位请求 有110师在突围时打头阵 把皇位感动得不行 对他说 老秀你要什么装备随便挑 与此同时 他将皇位的突围计划 及时传递给了其正面的中野六宗 六宗司令王静山 亲自为计划了行军路线图 双方约定联络信号 110师将在突围图中 军营起义 快速从六宗十六师的阵地上通过 然后彻底封死 皇位三个主力师的撤退之路 尽管廖允周 最终带出的部队人数并不多 但对敌军士气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也打乱了皇位突围的部署 可是单凭一个纵队 要挡住后续的突围大军 谈何容易 但是廖师处外 还有三个助理师 怎么样 你们扛得住扛不住 我先表个态 我个人早已经准备好 收我的铺草了 我没有闻地 国人这么长这么短 是问你们能不能收住整地 我们只有六个团 满打满算 不过是 大家都没得到补充 九种只有五个团 二种是一种 全中不足一万三千人 弹药情况 首长们都知道 一门炮平均几发炮弹 轻松击枪子弹 刚够一两个基数 正赶着补充呢 这个我小弟 打北山一躺 总也实在是脱裤了 脱手了 兵力活力选苏 又怎么样 这就叫做 手够钢窝恩事 要是能再给我们三两个团 一个团也行 只有我们三国了 我们给你取好了 我讲过了的 只要消灭了南线敌人主力 花多大代价都值得 不要说你们一个中队 就是中原野战军拼光了 其他国部队 照样国场将解放权中规 都说你们是军夫 你把手撑到苦当头摸一下看 还有没有乱者 你还是不是一个 堂堂气质烂之汗 站在自己的智慧位置上 不要中泡的前沿去 是 司令员在休息 我只烦 怎么完全堵住了敌人的土味 立即枪袖攻势 准备敌人捐兔重来 三团三云怎么样 还有多少人 全部牺牲 无论赶部暂时 议题都要清洗赶紧 用背部过号 不能马虎 你们要亲自检查 正因为局部敌我装备如此悬殊 所以怀爱战役 才被主席称为家身犯 刘伯承在动员部队时 也嘱咐大家 要拿出啃骨头的精神 而中叶真正诠释了 什么叫做狭路相逢勇者胜 苏玉在后来的战役总结时 也逼迫了那些 认为中叶打黄伟打得不好的同志 他说中叶 最先负担了外战出击的 这项最艰苦的任务 我们打国军时可用炮火退兵村庄 可他们却只能用手榴弹和炸药包 去跟敌人拼 而第十八军 也不弱于当年孟良顾上的 枕边七十四师 中叶以那样的装备 消灭最强的敌人 我们应该虚心向人家学习 解放军敢于牺牲 不计得失 协助有灵多取胜利的行为准则 是我当我军 赢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所在 而此日主席 也在关注双队级战场 他指示 华野击纵炮兵加入打黄围 在等待华野炮兵和增援部队到达前 要贯彻 坚决持久违禁敌人的方针 采用割裂 侦查 迫近作业 集中兵力火力 和步炮协同诸多手段 与敌人斗战术 斗技巧 集中兵力火力 在等待人家圣在这里 closes 咗咗咗咗咗 competition 啊呀呀哗咗不 Three 咗咗咗 我们先是 终于是为共产主义饰演奋斗 终于是为共产主义饰演奋斗 党的利益高有余电 党的利益高有余电 遵守党的戟律 电影里还有两个细节 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战场 中野由于战斗人员和干部消耗过大 副连长被替身做了营长 机关单位的金扎兵 也被迅速补充到一线的作战部队 而为了对付敌人的经过攻势 解放军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 我们的菲律发明家 这种被俗称为没良心炮的武器 可将十几公斤的炸药包 抛射到距离150到200米的目标 威力可以摧毁一个地堡 并证他附近的攻势 他的发明者聂佩章 原来是一名东北军士兵 后来为我军培养出了一支精锐的攻兵队伍 正可谓此一时彼此 当年反围剿时 让我们吃足苦得的战术 如今却成了克敌制胜的好办法 终于以地堡对地堡 战壕对战壕 把交通壕一直挖到了皇位兵团的眼皮子底下 他们虽然拼命组织反攻 寄托以攻为首夺回村庄 但国军缺乏夜战的能力 即使白天占领了阵地 晚上一位解放军反攻夺走 很快 皇位兵团的12万人马 也有三万倍奸或者起义 随着淮海战役的情况一天天恶化 南京的政治气氛也急转直下 由于蒋介石压缩了宝 他大力支持的杜威 在美国总统的竞选中输给了杜鲁门 美国此时实际上已经决定放弃老奖 扶植李宗仁与共产党和谈 妄渡实现话将而至 在此大厦将清之际 国民党内还有少数人 企图挽狂澜于祭导 国民党的文胆陈布雷就是其中之一 我想请你来佐佐 我们很久没有在一起 佐佐学一学了 是 是 先生 目前当务之急 是赶快收拾人心 人心哪 同力相思 同性相成 有人心 才渴望动员起人力物力 有人心 才会有士气 否则一切希望 不过是建筑与沙丘之上 若我们果真做出几件事来 让四万万民众 振奋起沉门已久的心胸 感受到三民主义的精神火焰 舆论必将为之一变 先生 全当我是死人 说的全是疯话 是否 可以请宋部长 孔院长 陈氏兄弟 向国库 做一点捐助呢 比如 两千万 三千万 或者是 五千万美元 还有夫人 是不是 也可以 时间很晚了 你该回去休息了 他的话 我都听到了 他简直要学得像延安那样 喊出打倒四大家族的口号了 陈布雷辞世而去了 完全是出于游进灯窟的极端绝望 他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 其实历史上的陈布雷 在花海战役刚爆发之时 就已经自杀了 这位曾为蒋介石写出 如果战断一开 则第五分南北 人五分老幽 无论何人 既有首土抗战责任的有失之事 早就看出国民党 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特意敢在战役开始前 劝劲蒋介石 早些与共产党和谈 因为现在至少 还有八十万精锐 这个谈判筹码 等到大战一开 连最后讨价还价的本钱都没有了 但老蒋的意义孤行 让他心生绝望 但电影这样的编写 也有他的道理 这激烈的两场戏 解释了为何老蒋 执意要在此时放弃徐州 因为平均的副作业集团 已经处于被包围的状态 胡宗在西北 被彭德怀死死咬住 华中的白宗席又处处撤走 以李宗人为首的党内势力 正蠢蠢欲动 所以尽管他没有陈布里所说的 彻底变革的雄心 但保存实力 维持统治的私心还是有的 蒋介石此时计划时 牺牲黄卫兵团 已突出解放军主力 将徐州的三十万人马 迅速撤退到蹦步 多余明得知这个决定后 愤怒异常 什么 兼致生死存亡 可以如此随便的吗 皇位被困 难以援救 徐州长此对峙 也恐不利 只好主动撤退 出来再打吗 设起奸诚不守 使我处于无依托境地 不是自寻死路吗 因为老蒋云先答应他 再从全国调几个军来 待解救皇位以后 打同金普路 以退守怀河 因为按照国军的行军能力 没有铁卢信作为依托的撤退 等于自取灭亡 撤我的职好了 令堂大人比我大八岁 后天使他老人家切舍收成 我没有记错吧 金瓜 你代表我和你母亲 去给老人家拜仇 是 福建 北塞万人员的手里 给光廷过生日 请得可认 发了请简了吗 都发出去了 连国籍有人的 一共是三百八十分 多谢校长 我一定安全撤出徐州 不过还有一句话 请校长考虑 讲吧 既放弃徐州 就不可恋战 若恋战 就不可放弃徐州 当时老蒋和杜玉明 在小会议室里的谈话内容 无人知晓 编织的这一段神来之笔 将老蒋用全书余下的手段 刻画得入目三分 而杜玉明为了安全撤出徐州 也的确是尽心尽力 他打算先全面进攻 以迷惑解放军 然后全军在以滚筒战术 逐次掩护撤退 原来立体滚筒式撤退的真正含义 是指各兵团形成 原同时的态势 依此前进 以应付解放军四面八方的包围 他令各部队携带七日机样 500公里的油料和弹药 力求到达府洋之前 中途步不及 这个计划成功的前提 是严格保密 可按照国军的传统异能 先从船顶漏水 杜玉明撤退前 中央军委就已经知道了 他们撤退的意图 而更令他绝望的是 整个徐州城 也提前知道了撤退的消息 原来国防部保密局 奉命来破坏火车仓库 结果负责电话的李弥 不跟杜玉明打招呼 带着自己的主力先走了 他留下协助报复的军队为了逃命 竟然提前半天行动 爆炸声传遍了方元数十例 这比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撤退还管用 而现在摆在素玉面前 唯一得到难题就是 杜玉明究竟会选择走哪条路线 他首先判断 他们30万人马 不可能从林云港撤退 因为船只根本不够 而经过两怀逃跑 那里河流纵横 不利于大兵团运动 可能性也不大 只有沿着金浦西侧南下 这一条道路 因为那里地势开阔 道路平坦 既可以与位于邦浦附近的 李宁年刘鲁民兵团呼应 还有机会解救皇位兵团 走连云港 走两怀都不能考虑 现在唯一可行的是 请安静 请安静 唯一可行的是 沿金浦路西侧 绕过山区南下 现在的问题是 军委破译的敌人电报讲 德西 杜玉明将率领 邱里孙兵团 从两怀方向撤退 有一个问题应该说明的是 国防部指定我们从 淮阴淮安一线难撤 所以我们目前还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江老实话呀 我恨不能请你来听我们酸一挂 免得心里奇伤拔虾的护杀护料 敌情通报 我没有理由否定 如果杜玉明过真是走两怀 我不做阴队的部署 一无群体的责任不降 影响争够男性的决战 怎么得了啊 可是啊 我又学服不了我自己啊 我认为 杜玉明不会走两怀 不会的啊 绝不会的 我把三个机械化兵团 建进淮阴安地区的核叉烂泥里 呼天天不应 较地地不灵 那时候 国防部连个屁都不会放的 这里两边司令部同时停电的对比 描绘出一边既定神仙 一边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而有时候情报过多 凡会成为指挥院的干扰项 因为在这种时候 又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 而素玉则就布下了围城区域的战法 他把华野主力称弧形 部署在徐州以南 金谱两侧地带 不把徐州围死 而杜玉明制定的大撤退路线 正是素玉预测中的这条路 待为华野转到了三个纵队 去阻击南县的李延年 素玉队追击包围杜玉明集团的兵力 感到非常担心 杜玉明出来了 走地老道心 司令员判断完全正确 敌人果然向萧县 永城方向撤退 你怎么考虑地 北县七个纵队 全部追上去 一四十二三个纵队 由攀躺双钩尾随追击 三八九和鲁东南四个纵队 向马子口随击口 平行追击 七个纵队 七个纵队 好想手里有七个纵队 就可以把我打天下了 这里是总前委 找素玉四里员 我是陈宜啊 你好啊 半年都没见面了 想得我这个心啊 一直倒选起 为什么不报告我 为什么不报告我 报告 想哪个报告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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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子错了 我刚刚知道 李延年所回去了 没有大伤啊 这样正好 可以从南线 抽调三国纵队 向永城 欧阳方向 迂回拦截 我们绝不放 杜宜明过去 原来只是李延年 因为害怕被华野 决断后路 以不顾一气突围 逃活了蹦步 正好让素玉腾出手来 强化了何为杜宜明集团的力量 但杜宜明的车队路线 虽然被素玉猜中 可他的选择 还是有其道理的 他的部队 有大量汽车 且带足了油料 如果坚持要走 靠我军的两刀腿追上去 还是很不容易的 但就在他的梦集 准备出发时 一封空头的总统亲笔信 断绝了杜宜明的最后希望 底部 平日 仍向西径 如此行动 做事黄兵团消灭 我们将要亡国灭种 往地 迅速令国兵团 停止西径 转随西口 取捷径 接黄兵团自围 措辞太严厉了 不知三军之权 而同三军之刃 每到重要关节 总是直接干预指挥 完了 完了 照这个首领之行 三个兵团 数十万将士 眼睁睁的 就 后来杜宜明 在他写的 《淮海战役史》末中回忆 他当然想 如果不听从这个命令 沿途造空军拦截 损失惨重 最后 还要承担黄兵团 负面的责任 这让他不敢抗命 而在所有的将领里面 也就有邱清雀明确表示 愿意找这个部署打 这个致命危操 最终彻底让他们 陷入华野主力的重围 但老蒋还没有认输 他派出赤子张伟国 轻率战车二团 督促李爷年 犹如铭记中立梁 北境就黄围 此时华野中野 在华北平原 相聚60公里的区域内 包围了两个 国民党的重兵集团 蹦步北上的原敌 距离黄围兵团 也只有40公里 这就比如一个 好为口的人入了戏 嘴里吃着一块 黄围兵团 筷子夹着一块 独一鸣集团 眼睛还看着盘子里 李彦年 六如鸣兵团 我们的战法叫做 吃一个 夹一个 看一个 在小黄围兵团 拔起最后的总工钱 电影里还还原了一处 非常真实的细节 当时中野九纵 无意间发现了一种战术 就是趁夜间挖坑 先将卧射掩体 挖成桂射掩体 再挖成立射掩体 最后将掩体 用壕沟相连 在这长期的对峙中 从总前卫指挥部 所在的小李家村 延伸出来的电话线 顺着一些壕沟 连通了中野 和赶来驻站的 华野各纵队 这些电话线 把双堆积 如同蜘蛛网 包裹猎物一样 包裹了起来 其周长 占达到了70公里 1948年12月5日 对黄围兵团 总工的命令下达了 三 中共发起之后 应连续进行攻击 不得以人或利用 挺自 会倾求拖掩 十 郭伯 应不惜罪大牺牲 满城人物 并自动协助幽灵 夺去审理 五 对于 林郑董耀 一无战机分子 郭集团 郭总首帐 又演给自信 记录之权 不得姑息 黄围兵团 确实是一块 南肯的骨头 总工整整 从5日到了10日 集中与第18军 在大王庄的雪战 堪称解放战争史上 最惨烈的一战 18军 128师33团 号称老虎团 是国军王牌中的王牌 他们与我综艺六纵 华野七纵 打得昏天黑地 老虎团名不虚传 竟然连续发动了15次冲锋 最后连火夫马夫也投入战斗 华野七纵的指挥员 自把自己的警卫连 也当预备队投入战斗 当解放军拿下大王庄时 在隔壁小王庄阵地 目睹这场雪战的85军一个团 彻底丧失了战斗意志 直接全团向解放军投降 而黄维最后一块依赖的阵地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筋骨堆 这个25米高的土堆子 是双堆积的制高点 国军为了垂死挣扎 用下了空头给他们的 十几箱毒气弹 暂时打退了解放军 可后来大家才知道 所谓的毒气弹 就是催泪瓦斯弹 国民党的军工厂 并没有生产巨毒瓦斯的能力 所谓的甲种弹是吹牛的 解放军在没了气作用不大后 重新组织进攻 中野的香阳营和华野的洛阳营 两支英雄部队联手 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 终于攻克了筋骨堆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史料 就会发现 这部电影的还原度实在太高了 当时黄维由于在无险可守 就把200辆卡车排列起来 堆上泥土做防御攻势 在这组总共的长镜头里面 我们就能看到 值得一提的是 不久前胡连竟然在蒋介石的命令下 飞到了双队级协助黄维 在最后关头 他和黄维分头爬上坦克突围 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率部队冲不出去 就跳入小河自杀 结果因为河水 懂得他受不了 又爬上岸来 被两个解放军战士 叫到指挥部里烤火 而黄维的坦克发生了故障 只好跳下车来 混在在溃兵中 想必是他本人不善于奔跑 最后被我军追上身符 只有胡连逃到了暴击附近 被李延年兵团部队救起 而国军的南线兵团三个军 在我地方部队的弯强阻击下 直到黄维覆灭 只前进了几十里 华海战役第二阶段 以黄维兵团被全歼 李延年由辱民兵团溃退 而搞结束 这时 中央军委为了不示蒋介石迅速决策 海运附作与集团南下 提出两个星期内 不作最后歼灭杜一鸣集团的部署 华野各种于十六日进入休诊 战场出现了一段沉寂状态 华海总前卫 也终于在蔡凹村 第一次共聚一堂 我们往哪里看呢 照相随便 国足为真 好 我们还是站聋一点嘛 来来来 哎呀 即使一拖拖也不好嘛 站开这儿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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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一边 杜云密集团的生存日益困难 仅二十万人的粮食弹药 每天要出动一百二十架子的飞机 才能满足需要 但随着天气恶劣 包围圈越来越小 空头开始严重不足 空头上每天都要上演厮杀 他们所在的陈关庄 情势危急 身口也全部吃光了 军队中的女学生和妇女为了食物 被逼成了军官们的临时太太 像是被遭到的女学生 班长 我去帮帮她 不 我去 快 快走 快走 班长 此时杜云密还是比较清醒的 他在老小和刘志 一再追求他突围的命令下 提出了三个方案 上次是放弃武汉西安与共军决战 中次是坚守争取和谈 他反复强调 下次突围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而另一边 我占则在不断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 你们想突围吗 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 怎么突得出去呢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 有什么结果呢 你们的四严良军团已经完了 剩下你们两个军团 引伤不过半 你们虽然把虚州带来的许多机关 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 强迫变成部队 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 以后只要不带武器 士兵跑到那边去 就随他们去好了 吃饱了再回来也好 不要让秋风子知道就是了 是啊 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官长们弟兄们 我是七十军九十六师工兵连副连长赵永平 我听了共军的喊话 暴死和九个弟兄跑到这边来了 我们收到了优待 吃得饱穿得短 指导员 开饭了 老洋头 吃什么好吃的 猪肉包子 拿着 谢谢 拿着 谢谢 谢谢 慢着点 别噎着 管你吃饱 当时我军还在青龙级地区 开了一个放人的口子 号召包围圈内的难民和散兵出逃 而此时蒋介石已经是四面楚歌了 开始专心吸引自己的长江防线 对于风雪中的陈关庄 只是瞎下了空头 强令杜宇明突围 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而此时杜宇明还不知道 他觉得有一线希望的那种毒气弹 只不过是催泪瓦斯罢了 而华野经过二十天的休整 部队已经集装满园 世袭高昂 素育清楚 是时候发动最后的总攻了 从六日到九日 华野发动了催枯拉朽的总攻 不可一世的秋青拳逃命时已经是精神失常 他被子弹击中倒地毙命 李明换上了商品的衣服 趁天黑逃跑 辗转到达青岛 侥幸上船逃脱 孙玉良率联兵团部四百人逃回了武汉 但也有一种说法是 他独自丢下部队 化妆成商人才逃回武汉的 而杜宇明被俘后 谎称自己是军需官 但他的高级金币和手表出卖了他 老蒋在那一晚的日记里写道 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 为此度不待援 我则未尽而 之后更是连杜宇明的夫人也不敢见 华野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 规模最大的战役 从1948年10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 历史共66天 人民解放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 以上亡13万6千人的代价 击灭了国民党军 在长江以北的重要战略集团 共55万5千多人 使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在上次做聊神战役时 有小伙伴叫我对战役的胜利做总结 其实总结的内容 早已写在了正片的字体行间 两军的对比实在太过显著 一边是敢于牺牲协助有灵夺取胜利 而另一边是互不配合见死不救 解放军统帅部已给战司令部配合密切 用人不移充分授权 国民党这里则是朝令夕改 一人微操累死三军 部队在实战中的操作 竟然还不如我军特工制定的作战计划 而最最重要的是 尽管是60万对80万 解放军背后却有数百万知情民工 以及有上亿人民的解放区的支持 可见人心相配的作用 远胜于武器和兵力 好了 华矮战役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是1900 感谢你的陪伴 我们下期里不见不散 他们拖拖拉拉 动作太慢 如果让35军炮毁杯瓶 莫要挤他们一杯子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